幸福的童年可以 疗愈医生 不幸的童年要靠医生来疗愈 我们在心理营养的第一个板块 0到3个月要什么 要无条件 不管我是错的 我是失败的 我是残疾的 我生出来就病的 可是作为你的孩子 我就需要你完完全全无条件爱 如果做不到小的时候呢 更无条件爱弟弟的话 长大的就会测试 测试什么 我不断地做错 看你是不是爱我 我不断地出乱子 看你是不是真的爱我 那我就不去学校 看你是不是真的爱我 爱的表现是什么 跟老师沟通 帮我请假 他会做很多很多这样的测试 幸福的童年可以 疗愈医生 不幸的童年要靠医生来疗愈 为什么 当我童年没有得到 足够多的心理营养 长大我就会做 各种各样的东西来测试 我嫁到老公 我一定要他认为 我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会问 我跟老婆掉水柳 你先救谁 对不对 男人有时候会问 我事业失败 你会不会爱我 男人要无条件 这些都是我们童年带出来的 母婴关系带出来的一份投射 所谓的投射就是 在爸妈那里得不到的 我要老公给我 在爸妈那里得不到 我要老婆给我 甚至有些人更惨 在爸妈那里得不到 我要孩子来